然后自己有没有卖 上节课有很多同学没有卖是吧 你们都买了吗 好吧 来如果你已经准备好这个接受老师的问题呢 可以爬到卖上来 我们下面的时间要开始了 好第一个呢 非常的简单 So 我看到哪个同学 Devil tell me Wha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guys 这两人真的是什么关系 你告诉我他们是邻居的关系 OK They are neighbors They are neighbors So你要告诉老师 比如说你看个手笛包人说 这不是我的手笛包 怎么说 It's not my手笛包 手笛包 It's not my handbag That's not my handbag So 如果你说我是一个很勤奋很努力的人 然后你说 但是他们呢 却很懒惰 你知道怎么说吗 我是个 I'm a hot working person But they are very lazy 对 但是lazy 就表示是懒惰的意思 But they are very lazy All right Good 好 下面一个question for you 下面一个就是说 你必须得努力工作啊 去这个 怎么说呢 维持你的家庭吧 或者说养家糊口吧 You must work hard to support your family To support 不是support support support your family All right OK OK 看Devil已经是做好了 一个prepared 已经是准备好了 下面是叫Stefan 来 老师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做 是时候做出改变 Can you 是时候做出改变 是时候做出改变 我记得是 这个李明的广告 但是说的是 Make it the change Right 你只要把前面加上一个 是时候做一件事情 也是一个句型 有人同意告诉他吗 OK Just do Just give him a hand All right 你知道怎么说 Stefan All right 因为这个地方使用了一个动词 所以你说 It's time to It's time to make the change 来 再来一次 No 再来一次 熟练一点的 It's time to make the change It's time to make the change It's time to make a 或者是 make the 就行 有的时候我们会加一个 For me 比如说 It's time for me to make the change 对吧 是时候去做出改变了 好 首先呢 你说 首先呢 我必须先成家 你会说吗 I must start my own family 我自己的这个家庭 All right 好 下面一个句子呢 也很重要 叫做 创造一个 更好的生活 以及 更美好的未来 这是个词组 前面是可以套用的 你只把这个词组 跟我讲下去 可以了 上上 对 像 make a better life 这种词组很常见的 make a bright future Future就是未来 bright就是明亮的 所以这个词组 还是很重要的 OK Good job 那下面现在我们 交给小红同学 小红呢 首先告诉我们 是一个句子 叫做 这可说不好啊 这个可说不好 这很难说 你知道怎么说吗 You can't tell it You can't tell You can't tell 好 下面的时间 我们看下面一个 叫做 这个石头太硬了 The stone is too hard The stone is too hard All right 下面一个词组 很简单 就是 一个词组吧 就是说我想呢 释放一下压力了 然后呢 所以呢 我想 想要去度假 这么说 然后我准备去度假 好 下面一个词组呢 来 我们看一下 你知道什么要做创业吗 创业怎么说 Start a business 对 Start a business OK Good 好 下面还有一个词 稍微交给您 你知道 意大利面条该怎么说吗 一单一面条不是披萨 OK 好 应该就是pasta 或者pasta 都是可以的 pasta 注意一下下一次遇到这个面条的话 吃西餐的话就会看到 OK 非常感谢小虎同学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问Angela Angela首先告诉老师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知道 他现在正去上学呢 怎么说啊 I'm going to school OK I'm going to school 这是一个进行词 将来词的话 我们看将来词的表情是不同的 好 下面时间呢 我们再说一个剧情叫做 我打算呢 辞职了 I'm going to good job 你把一个声音调大一点 声音太小了 你看我的声音多大 而且我的漫离得很远 好 I'm going to quit job I'm going to quit my job my job OK 不是a job 是my job so I'm going to quit my job All right 下面时间就说啊 我打算呢 再找一份新的工作 你会说吗 I'm going to look for a new job I'm going to find a new job 在这里你稍微注意一下 look for是想要动作 在这里是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所以如果说别人问你在干嘛 你说I'm looking for a job 我在找工作 但是你说我打算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就是说找到 所以我们是 I'm going to find a new job 就是look for一般想要动作 这里的going to do是相当于一种目的 所以说找到和找是不一样的 找就look for 找到呢是find a new job 我们打算去找到一个新的工作 OK 这是一个词组 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在这条街啊 有一个颜料店 或是油漆店 你知道怎么表达吗 啊 there is a there is a there is a mean stall in the street OK good there is a paint store in the street OK good thank you very much 下面现在就Michelle Michelle这个句子呢 也很简单 叫做 这间房间呢 有一个油画 有一副油画 有一个油画 油画 有一个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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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画 油画 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词组油画的方式 好 下面一个词组也很重要 叫做 我打算这个星期天呢 去看我的朋友们 I'm going to see I'm going to see my friends this Saturday 好 这个星期天 this Sunday OK good this Sunday 不要在前面加上这个 on and 都是不对的 OK 下面我们看一下 你知道 薯条怎么说吗 沙拉怎么说吗 沙拉是 salad salad 然后那个 属于是 chips 嗯 good 好 把那个锤子递给我 give me that hammer pink 嗯 good job 好 下面下面 先给荣誓同学 荣誓的第一个句子 非常简单 这个书架不是为我做的 是我的 为我的女儿做的 你知道 这个怎么 怎么说吗 这个书架不是为我做的 这个书架不是为我做的 就是错误的 因为你不是医生 我们读的是 datter 音是 dota 美音 datter 后面是 datter 来 我们先来把单子搞一下好不好 来你告诉老师 this is my daughter 读一遍我听听 this is my dollar 不是dollar 就是美元了 读 datter 你读 你读 美音就是dollar d-e-r 这样 dollar 会读吗 dollar 那不是dollar dollar 是美元 这个是datter 好 你不会读 in anddota dota 美音 dollar dollar 你选一个 dollar datter 你会读 datter dollar datter 对 你不要读 doctor 这是不对的 第二就是有本人读成dollar 这个是d 不是l 你读成l 就是dollar 就变成美元了 美元就是dollar ok three dollars 就是dollar 这是datter 这是datter 好 这个还有当时书架你说什么books 就是读的不对的 书架怎么说 bookcase bookcase 读的时候中间那个k 结合在一起 不要读两个 bookcase 就行了 再来一次 bookcase 对你现在把这个句子说一下来 说这个书架不是给我做的 是给我女儿做的 来 bookcase isn't for me 你 继续啊 不是为我女儿做的怎么说啊 it's for my daughter yeah it's for my daughter ok 就说说完了吗 好下面时间我看一下 你打算做什么呀 该怎么说啊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对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alright 好下面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个句子 啊 what's your job 你说啊 我是一个画家 该怎么说啊 啊 话怎么说 painter 对吧 对painter 就是pain painter ok 啊我是一个画家 他是一个游戏工 怎么说啊 嗯 老师没听清楚再说一遍 我是一个画家 他却是一个油漆工 I'm a pa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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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r 不好意思 painterstor 是油漆店 颜料店 我要你说的是 他是一个油漆工 好吧 如果这里没有理解painter 既可以表示画家 一个油漆工 他是一个单词 好 下面一个句子也很简单吧 说这些都是为了你 对吧 怎么说 听听不好意思啊 好 那我换一个吧 换成一个帮个忙好不好 来你能帮个忙吗 怎么说 do me a favor do me a favor do me a favor 如果你使用一个问句 该怎么说呢 could you do me a favor 对 生调 你生调会比较有礼貌一点 你使用 could do me a favor 感觉很硬 could do me a favor could do me a favor could do me a favor 使用生调 alright 好 下面一个词词很简单 叫做 我正在等一辆公共汽车呢 I'm waiting for a bus I'm waiting for a bus I'm waiting for a bus alright good job I send us James James 来 这样的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叫做 他 他正在这个 听这个音乐呢 应该是正在好不好你的实态有体现出来吗 整个句子不要说单词 整个句子不要说单词 嗯 我最喜欢的运动呢 就是乒乓球 我最喜欢的运动呢 我最喜欢的运动呢 就是乒乓球 就是乒乓球 我最喜欢的运动呢 ok good 好 下面时间我们再看这个词词 好 我打算呢把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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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椅子好不好 把这个椅子呢给七成 七成七成 红色 I'm going to pinter your chair to read 为什么要加色干嘛呢 why 直接 read 是吧 对 直接说read I'm going to enter your chair yes 对 就是pain something 你直接加一个 学用词就可以搞定它 ok thank you 下面时间我们叫Amy 好 Amy告诉老师第一个句子吧 第一个句子 我看一下 嗯 他正在做什么 你自己说 然后你说他正在刮胡子 你说吧 what is he do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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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稍微一点 what is he doing ok 好 下面一个句子也很简单 叫做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 what I have done for you 再一次没听懂 what I have done for you what I have done for you what I have done is for you what I have done is for you 甚至可以强调一下you中毒哈 为你 好 这个是我们上一课 好像差不多了 下面时间我们再画一个吧 来 我们说 你瞧这副美丽的油画 说一下 Look at this beautiful oil painting 加个 oil 好不好 因为是油画嘛 好吧 我觉得好像很多都很 都应该说都讲过了 是吧 我看一下 你最喜欢的 颜色是什么 该怎么问 What color are you favorite? 什么啊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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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不懂 What color are you favorite? 为什么这样表达好奇怪 你不觉得吗 You can also say No you should say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What's your favorite color? 你最喜欢什么 这是固定的结构 一定要放在一起 那你可以说 What color is your favorite? 那这样表达翻译是一起 但是你不要用R No it's not necessary 你要说 is 不对 所以我建议你使用 What's your 这个是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了 OK thank you Amy 这是我们上一课问的一些词读了 下面时间我们就给Sophia Sophia tell me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in your city? What's the weather like today in your city? You understand? You got it? Summer What is summer? Summer means? Weather,天氣,天氣 I like a fun day It's a fun day, alright 你看你這個不是寫給我說出來了嗎 你知道你要聽懂我想他講什麼東西 然後他真的回答我 所以說我就一開始說 What's the weather today in your country, in your city? 你說It's a sunny day today, sunny 就可以了 很簡單 Alright,下面我們來看一個詞組呢 也是 我看一下 您請坐 您能說出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嗎 不要說sit down please Alright 那我只會說這個其他忘了 什麼sitting 是是be seated 比較常見的是be seated 或是take a seat take a seat 或是have a seat 這比較方式不都可以嗎 要學會電話一下 好,下面一個組的也很簡單 叫做 呃... 我們去看電影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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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abou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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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ke a... take a... play mark with me with me What is there? 是我這樣教你的嗎 Alright 好,這個很簡單 好,這個很簡單 去看電影是詞組的 go to the cinema 或是go to the movies 都是可以的 其實這個詞組才是最主要的 好,下面的時間我再問你一個詞組吧 呃... 妳說 What is Amy doing now? 然後妳說 Amy現在正在這個清掃出張台呢 妳說一下 呃... Amy is going to dust the dressing table 正在不是打算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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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正在 She is... She is... She is... She is dusting... She is dusting... She is dusting the dressing table 對,she is dusting the dressing table OK Thank you 好,下面剩我們這個 菁菌告訴老師,因為你很簡單 啊... 啊... 我的媽媽呢 現在正在洗盤子呢? My mother is... washing... the... dishes ok My mother is washing... the...dishes 然後在這個語錄中讀的時候 注意一下單詞 washing 再跟老師讀一下好不好 妳要讀N意思是 washing sh 下MG Shing WASHING WASHING 我怎么感觉你这个是翻译机吧 你这个对音翻译挺好 会不会翻 对啊 翻译是对的 My mother is washing the dishes My mother is washing the dishes OK 注意一下 好吧 我的音音不是比你好 其实我也不会 上次时间我们说一下 一切都乱 一切都乱糟糟的 Everything is in a mess In a mess Everything is in a mess 把根本字mess读准了 Mess Mess 你现在读下准了 Everything is in a mess 你又不对了 你再说 E 嘴巴要小一点 E Mess Everything is in a mess 再来一次 Everything is in a mess 你不是妈 你这个也读的不对 你读一个mess Mess Mess 再读一下 M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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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读才对的 再来一次 Everything is in a mess 对好 别担心 一切都在我掌控之中 I'm sorry Everything is on my control 对 你在回学的时候 有做功夫 好 我往前抽一下 好 这个速度很简单 When you meet with a strange word You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And then 你查字连 你告诉老师的什么 怎么查字连 你怎么说吗 Look it in the dictionary 对 Look it up 想拿再来一次 Look it up in the dictionary 对 Look it up in the dictionary Alright Good 好 下面一个词也很简单 我想订一个 订一张这个 怎么呢 飞机票 Aventure Booker Aventure Booker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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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 Ticket Alright OK Thank you 我觉得今天还是表面不错的了 前面的东西肯定是有备的了 下面是我们将柚子同学 柚子今天最近的出差啊 好吧 都是大忙人 来 下面这个句子也很简单啊 就是 嗯 说来话长啊 完了我不知道 哇塞 这个句子都不知道 好吧 那那几次我估计你没有来 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看 It's a long story That's a long story Right It's very easy 所以是那 我还没上到 补到那些课 因为我之前拉了好几次 好吧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 我们讲讲今天的好了 请 呃 给我大把手吧 来帮个忙 好 Could you do me a favor OK Do me a favor All right 下面就是说 把那个锤子递给我 Give me that hammer 哎 Hammer 不是Hammer 是Hammer OK 没欢迎 Hammer 好下面还有点呢 就说啊 我其实正在这个铺床呢 I'm making the pad I'm making the pad I'm making the pad All right Good 下面就是 嗯 我打算把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呢 把这个 把这个 我们已经学过 那个碗柜吗 碗厨吗 同学们 有没有印象 好我打算把这个碗柜啊 这个碗厨啊 给它砌成这个白色的 I'm going to paint the cover bed 嗯 White Covered 读错 来读读一下 Covered Covered 对 Covered 注意一下 All right good 回去之后好好补一下这个课程啊 因为这个课还是很重要的 大家会发现啊 如果你背得很熟练 很多句子都是直接可以Blood out 所以大家一个词词叫脱口啊 出该怎么表达呢 大家现在在学习英文的时候 最想做脱口而出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过 How So how to blood out 最快的速度去脱口啊 就是你要自己 多背一些句子的这个句型啊 短语啊 否则的话你是做不到的 就像很多同学会自学新概念 他是在 他唯一的进步就是他可能认识一些声词 但是他可能还是不会用 所以一定要记住了 你要去背大量的句子和短语 不管到哪里 背句子和短语 这是最快的速度 好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的 之前的课程啊一定要补上来 因为很快就到两个月 两个月的时候我们可能可能 会做一次测试 到时候你很多同学问问题 你都回答不出来 是吧是不是不太好 所以 呃 一定要抽点时间 甚至好利用这个 专务节吧 呃 时间啊 然后 看情况 大家应该大家都是 好吧 专务节估计你们都回家了 alright 这个是我们算计的内容吧 下面的时间啊 我希望同学们都爬到迈上来 哦 我们班现在有十八个需要我十七需要还有一些学生 还有十几个学生 那为什么迈上的同学只有九个呢 对不对 所以应该爬到迈上来 这样五节不是挺快的吗 他就要到了吗 It's 每个人说 It's around the corner 寫 就给大家识读吧 叫 近在支持 It's around the corner the corner the army is around the corner 对吧 the army这个军队已经是 这个 兵临成像的感觉 对吧 所以around the corner 就表示近在支持 即将到来 It's coming It's coming soon 也是一样的 好 现在时间我们来看今天的标题 看看标题是什么意思啊 我没有教过你们吗 我教过你们没有 朋友们还记得我教过你们什么句子吗 当时我是在 最近A嫂子又在看一个影片 还挺好看的 24hours 你们看过吗 24hours 24小时了 咱们的Jack Bauer又回来了 然后他说他们的主题是 Leave another day 再多活一天 感觉挺好看的 我现在觉得也挺好看的 然后我今天又看了一点点 但是我现在时间太少了 Leave another day 大家把这个字给我学会好不好 因为这个句子我们可以学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学到 dance another 表示另外一天的意思 就是它后面是叫单数的 对吧 another另外一个 所以 Leave another day 就是再多活一天的意思 好吧 学会了吗 其实我觉得我的印象中 除了讲drop out of school 就是辍学这个词组 其实我之前也学会了一个 当时我们听到一个人 说drop your gun drop your put your gun down drop your gun 没有讲过吗 如果你经常看金肥片 其实这种影片里面是到底都可以看到 所以说drop your gun drop your gun 它就等于 put your gun down 好的可以的 好大家看这个词组 那我们在译文中 记住 将什么什么扔下的意思 就是我们可以说drop something 我们也可以说put something down put something down 听懂了吗 这个我以前教过你们的 我想起来了 对吧 好 所以我希望大家有单词drop 下面我们再教给大家几个实用的单词吧 今天我看电影又有点感触 有几个字组大家要听一下 未必你可能会用到 但是你可能会在电影中经常听到 这个字组是什么呢 第一个 put your hands put your hands behind 正常学会单词 behind your head 大家看这什么意思 put your hands 加个f 眼之手 put your hands behind your head 什么意思 投学们快点 put your hands behind your head 没人告诉我 对 把你的双手放在脑后 对啊 所以有些人说put your hands 怎么样 behind your head 就意味着你被被捕了 you are under arrest 来给大家再写一下词组 you are under arrest 好 这个词组也很常见的 大家有没有见过 you are under arrest 你被捕了 单词 arrest 表示逮捕 非常重要的词组 他可以做名词 可以作为动词 所以非常有必要掌握这个单词 好 这些词呢都是警匪片常见的 稍微讲解一下 还有的时候呢 光放在后脑勺也没有用 他会说on your knees 你们没有见过吗 好吧 你们如果仔细去看 所有的警匪片一定会有这种词组的 我建议大家不是说一定要学会这种表达方式 因为可能你不是警察 也不一定用到这个东西 也不会有那么大偏这种东西 但是呢 他可以教我们学会很多东西 你比如说第一个 behind your head 放在脑后 put your hand put your hand behind 这个词组 也很不错 第二个呢 you are under arrest 你看你被捕了 单词 arrest 逮捕的意思 那这个单词又有一个单词 under 我们之前学过的单词 under pressure 在压力之下也教给大家了 on your knees 学会什么东西呢 因为on呢 是表示接触的意思 所以nees是什么东西 就知道 nees就是你的膝盖 所以你的膝盖一定要接触定面 所以叫跪 跪一下就on your knees 这种片子 很多不仅是警匪片 你像跟国王见面的时候 on your knees 大家都跪一下 你肯定会遇到 ok 这个就是给大家讲的 哇 这飞机为什么这么多 好 这样的时间啊 我们再来讲一讲单词 啊 drop 来听一下每音 drop 我把它拌一下吧 我把它拌一下吧 ok the passing plane is very noisy 我这个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路过的这个飞机啊 非常的潮 好 下面的时间呢 下面呢 我们讲解一下单词drop drop呢 是可以表示扔掉的意思 但这里的意思显然指的是 别打碎了 别打破了 那我们先给大家这个 讲解一个 师祖 a drop of water 这个字我认识吗 其实drop是一个弥生词 是指水滴下来的时候 drop 这种声音 所以这drop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 对 就是一滴水 a drop of water a drop of water a drop of water 所以我们说 if you do not cherish 或者说我们说 conserve water 如果你不节约用水的话 the last drop of water is your tears 最后一滴水 最后一滴水 就是你的眼泪 你看 a drop of water 就是一滴水 the last drop of water 就是最后一滴水 好 这个呢不是很重要 大家了解一下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drop 是可以表示一滴的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英文中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叫做 叫做 沧海一宿 或者是 九牛一毛 是吧 嘿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字图 怎么说呢 我印象就是这样讲的 大家可以帮我查一下 他说 just like a drop in the bucket 好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a drop in the bucket 先帮我查一下呢 好吧 对不对啊 给他反馈行不行 a drop in the bucket 哇塞好吧 老师的印象还是很准确的 其实这个bucket呢 好像是水桶的意思 这水桶中的一滴 其实就有指沧海一宿 所以有的时候你觉得 什么什么东西就是 it's just like a drop in the bucket 或者说 you're looking for a drop in the bucket 你简直就是在大海里面 捞针的感觉 对 就这个意思嘛 沧海一宿 九牛一毛 所以你瞬间就学会这么一个成语 非常酷 一般人都不会用 so a drop in the bucket just like a drop in the bucket 就是相当于沧海一宿了 就牛一毛了 好 有的感觉也是相当于你在大海捞针的感觉 因为太 一个太大 一个太小 好 好 对于单词drop 咱们就讲到这里 还有我们drop after school 辍学 don't drop it 就是时候p和it 要产生联读 当然 有的朋友说老师 我听起来是像don't drop it 把p转化成b了 就是每次的读法 也会产生b的转化 don't drop it 其实上很常见 好 drop it down 把你枪给扔了 好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篇文章 看看大家听得怎么样 首先我们听到的是 快速的 Lesson 39 Don't drop it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Where does Sam put the base in the en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 base Penny? I'm going to put it on this table Sam Don't do that Give it to m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in front of the window Be careful Don't drop it Don't put it there Sam Put it here on this shelf There we are It's a lovely base Those flowers are lovely too OK 大家听怎么样 虽然我调了语速 应该还是OK了吧 好啊 那下面的时间 我们来做一台填控 填控之后 我们听半一点 让大家准确的听一下慢速 注意发音哦 慢速让你去听发音哦 Lesson 39 Don't drop it Listen to the tape Then answer this question Where does Sam put the vase in the en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 vase Penny? I'm going to put it on this table Sam Don't do that Give it to m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In front of the window Be careful Don't drop it Don't put it there Sam Put it here On this shelf There we are It's a lovely vase Those flowers are lovely too All right Just show me answers OK 看大家写的怎么样 好不好 好吧 你写了很多单词了哈 所以我跟大家讲 课文很简单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 是进行一个扣展 又死了什么意思啊 小红什么情况啊 啊 好吧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篇文章 到底在讲什么东西 首先啊 我们要死机说明你的电脑不好啊 跟我的一样啊 我的电脑也是 经常的会 就像system hearted system hearted 死机 或者说your computer is dead It's dead It's a dinosaur 就是老古董的意思 我每天讲过一个单词 就说what a dinosaur so you need to update it 买了就这样不可能 那是肯定是你杀毒软件 或者是什么东西弄好吧 一般新的机子 不可能会经常死的 好吧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型 就是你打算怎么去处理那个东西 记住哦 这个大家速度 叫what 怎么样 are you going to 其实我不用写了 我发现在上面有 我直接画给大家好了 再看一下 用换颜色吧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其实说do with 就表示处理的意思 在英文中啊 do with 经常跟what 联用 不跟how联用 那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 deal with 跟how 进行联用 比如说how how do you deal with that 你怎么处理那个东西呢 how will you deal with that so deal with 经常跟how 来使用 但是do with 经常是跟what 联用 但是意思都是一样的 表示处理的意思 在英文中啊 表示处理这个单词 有两个单词 前面我们交给大家一个词组了 大家还记得吗 没有人告诉我 我讲的时候 你们应该迅速的想到相关的东西 然后 才可以学的更扎实 对不对 就handle 比如说可能不认识handle handle平均非常的高 它可以表示门的把手handle 对不对 然后呢 它也可以作为动词处理 比如说 我觉得它会更加的 它比较 它比我相比较而言 它更加的擅长去处理压力 所以 什么叫处理压力 devil 处理压力 I don't know 所以 不是很简单的吗 pressure 所以我们说 deal with pressure 我们可以说 deal with pressure 或是handle the pressure 意思是一样的 就是处理的意思 所以这个词组呢 希望大家注意一下处理 ok 好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叫ves 那你如果听音和美音是不一样的 当你去听这个 我当时讲这个单词deal的时候 我还讲了很多词组 比如说 devil还记得吗 说没什么大不了 怎么说 啊 it's no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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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ig deal 对 it's not a big deal 但是就一定要很快 很流利的说出来 要达到这种境界 其实是 需要一些practice的 不要想着你在A嫂子里面 课堂里面 听过几次课你的英语就会变好 no impossible 然后你也不要想着老师 我看你的视频我就可以很牛了 我告诉你不可以的 然后我看了你的notes 那我也可以学的很好 不可以的 因为真的是需要大家自己在底下要练习的 知道吗 所以每次可能要问我老师 你我学完心意之后到底是什么水平 你的时候我很难回答这个问题 真的是很难回答 因为你按照新年龄一侧的难度的话 毕业之后顶多是初中 初中生的水平 还初中生的水平都不到 所以一定要在把老师的知识的拓展性 掌握的很好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去跟别人直接去交谈 你都没有祸 你每次都会发现自己在组织句子 在找单词 去堆积 堆积到最后 你搞的自己都听不懂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不要去堆积 你现在能够学到这些最好的表达句型 全部记住 全部背掉 一分之后背就会忘 我告诉你 谁背的都会忘 所以你经常可以去像Devil 他做的不错的一项就是 他创造一个情境 然后让同学人回来这个问题 这个其实是很容易帮助你的 因为有情境的 第二种就是 学习是需要repetition 需要重复的 你不重复你怎么能记得住 所以我以前讲过重复是成功之母 理解呢 掌握呢 理解它是成功之父 在你理解的基础之上 去重复它 你才会把它变为自己的东西 那下一次你再去进行交流的时候 你直接用到了 说实话 那个时候才是你真正属于你自己的东西 就是你用 才为你自己的东西 好吧 这个飞机怎么这么多啊 在第一个句型里面 只要学会 what you going to do with 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 这个句型 了解一下 do it handle 这次读 还有单词 vase vase 是我们的 比方说 但是如果你听了这个录音的时候 你会听到他的肚子是vase 这个单词的翻译非常的多 一般同样 我建议到 如果你读每一个时候呢 你只要能说得出来 你不用管他对错了 你只要能让自己能够进行表达 这就是你的第一步了 错误 刚开始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有错误 最大的问题是speaker 你能不能去表达 如果你能够表达 就算你错了 你怎么样 你可以去communicate 因为你是跟别人进行交流了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的目标目标就是为了交流吗 虽然可能也有兴许的一些错误 但是那个并不是致命的 最致命的就是 你能表达吗 如果你能表达 就ok 请记住了吧 ok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讲单词vase 这个单词就可以表示vase 也可以表示 就是你翻译系就是vase 也可以做成vase 所以这个f 你意思不发音的 所以你看 意思不发音 所以字母a 怎么样 发字母的本音 所以读v 就是双元音 第二呢 不要 这是咬唇音 上次咬下唇 读vase vase 但是你在音试里面 对 ok 听懂了吗 这个单词比较花瓶 其实我觉得 呃 没有特别的这个讲解吧 因为它是可数的 所以你可以在后面加上一些词 你可以加上一些词 但是呢 稍微了解一下单词 词器这个单词 朋友们词器怎么说 比如说我说这是一个非常 呃 词器这个词呢 是不可数的 所以大家注意哈 这是不可数的 词器 我说这是 这是一个非常 珍贵的 非常珍贵的一个花瓶 所以不要 小心打 小心摔破哦 能告诉我吗 It's a It's a It's a precious vase Don't run Be careful Don't drop it 对 It's a very prec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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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还写出来吗 来 同学们右边 对 Angela也写出来哈 This is a precious face Don't drop it Be careful 也是可以的 事实啊 大家在写单词precious的时候 我有没有交给大家一个词 就是valuable 交给你一个生词 让大家学位 有没有学位的 这个词是不是没有意啊 我看一下 看长相对不对啊 怎么感觉不像啊 valuable 去掉意吧 这样子 valuable 这个词也很重要 来自于densive value 表示价值的意思 所以是加able 是表示有价值的 珍贵的 他们意思等于precious So You say 你下次去找什么东西 你说 It's very valuable So don't drop it Be careful Be careful with it 小心一点啊 比如说假如有一天 你有一个 你家请了一个temp 这还记得temp吗 好像我教过你们的吧 临时工 然后给你搬东西对吧 然后你就说 Be careful This is a very valuable vase 这是可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东西啊 So don't drop it 也不要说到什么赔不起的之类的东西了 总之说的很昂贵 对吧 就贵了 对temp OK good 好你看这个句子 我们就可以去表达了 那 词器这个词组交给大家 词器这个单词是一个很常见的单词 叫China China 就是手写字母要小写C China就是我们的词器 我们的丝绸之路 好吧 应该是将中国的词器带到了外面 对吧 好突然我发现 其实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啊 了解的实际上是蛮少的 而且有很 也不是有很多人 特别是对历史很感兴趣 对吧 我觉得好像 I mean most people are not interested in history 很多人都不是对history感兴趣 像A老师也是经常看一些 Western history Civilization 就看西方的一些文明史 可能我自己对自己的祖国都理解的不是特别多 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教英文 我需要去了解他们的一些culture 一种history 之前我看了一个影片还是不错的 The Adventure of English 讲英语的成长 我觉得蛮好的 挺好看的 所以一门语言的发展其实是跟什么东西相关 你们知道吗 其实是跟我们所说的这个叫做religion 就是宗教 语言的发展是跟宗教密切相关的 真的 好吧 这个以后我看完之后我再整理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也不可能做成课程 对吧 只能是在上课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总之呢 就是跟宗教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好 下面的时间呢 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第一句话的话没有什么重点了 好 我们看一下 I'm going to paint it on this table 同学们 哦 put it 讲错了 这里有个词组叫 put something on 将什么什么放在什么什么上面 叫 put something on 这个我觉得应该没有特别的重点的地方 那如果将什么什么放下怎么说 来 同学们告诉老师好不好 将什么什么放下 对 对 就 put something down 或是 put something down 比如说 put it down 把它给我放下 put your gun down 把你的枪给我放下 so put it down 读的数据一下 put it down t 读不出来 第一个t就换成的 所以变成了 put it put it put it down put it down put it down 来 devil展示一下 put it down down put it down 这样会好听一些 put it down ok 好 那我们基本上 稍微注意一下 put on 还有一个连在一起的说话 它的意思要稍微注意一下 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 put on 你们知识到 现在我说哈 比如说你有了孩子 然后你说外面很冷 it's very cold outside so 现在给我把你的外套给我穿上 好 外套用哪个字 比较好 把这个节奏衫给我穿上 好吧 devil整个你了 机会到了 啊 put on 那个down jacket 对 but no put put 那个down jacket 啊 put on 其实是 诶 其实是put on your jacket 是put on jacket 好 现在我们再举个例子哈 it's very hot outside 然后你孩子还插一个大一 然后你说 把你的这个 呃 大一给我脱了 take off your coat 什么呀 听不懂 take off your coat 嗯 take off ok 你这个off 听不到了 take off your coat 对 take off 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 take off 好就是大家要注意的是 就是如果有一个有一个东西呢 就是一个比如说用一个代词啊 put it on 就是it在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时候它就是 把放中间 如果是那个名词呢 放中间和放后面啊 都是可以的 那听清楚了吗 如果是在此只能放那个位置 不能说 put 啊 啊 put on it no never this is wrong 听到了吗 这个很重要 希望大家能够 啊 了解一下 好 这个句子呢 我们就放在这里 下面有个单词 table 我很想问一下stephan 到时候我们讲的词子 we are at the table we are at the table 你知道有什么区别吗 我 我是放在桌子上边 也是放在 周围 我是 我是 at table at the table at the table 放在桌子旁边 好吧 大家已经忘掉了 we are at table we are at the table we are at the table 对 有的人也写出来 一个是 一个是吃饭 一个是在桌子旁边 你比如说 我觉得那个服务员就站在桌子旁边 when we are eating you know the waitress what's up the waiter 怎么样 is sitting or不是 is standing at the table 哦 服务员就站在桌子旁边 就是相当于 at your service 有给你服务的 好吧 这个我们 下面的时间 让两位同学 devil和stephan 来造一下 读一下 来 what are going to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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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aitress penny i'm going to put it on this table sans 呃 这样读啊 我们 再来优化一次 那 导致先读一下第一句 我听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e waitress tenny tenny 你就是vays 把这个vays 拉长一点 v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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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 vays tenny 下来一次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 vays tenny 对 ok 注意一下哦 然后就是要长 最后一个单词的长 这个原因啊 也要拉长一些 那stephan 也是一样的一样的问题 i'm going to put it on this table sans 再来一次 i'm going to put it on this table sans 对 i'm going to put it on this table sans alright 注意一下 这 table 这个长原因 好 下面这样我们继续来看下一个 don't do that 这个句子 这些我们好像学过吧 don't do that 别那样做 对吧 give it to me 把它递给我 这个地方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难度 没有 但是我希望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连读的问题 比如说 give it 是一个连读的 这个it的侧面跟后面的侧啊 相同的部分 记住 叠在一起 so give it to me 而不是give it to me 这是不对的 刚才有同学读book case 读错了 为什么 因为他读的是book case 他是有两单词是要读读的 记住 两个方式一样的东西 叠合在一起 这个英文中被称为叠合 叠在一起 好不好 读在一起 不要在中间有这个停顿 连上去 give it to me give it to me 把它给我 you can't do that 好 下面是我们交几个词组 你最好别那样做 有什么人知道了吗 啊 我们交给Angela Angela你知道吗 你最好别那样做 don't do that no 最好你知道怎么说了吗 you're the better you're the better you're the better not do that 对 you're the better not do that 给他写下四组 英文中啊 下次 对 有的时候我们在劝 劝对方的时候 我们会说 你最好怎么怎么样 你最好不要怎么怎么样 非常的简单 我们交给大家看一下 you're the better not do that again do it 或者是 do that again 你最好不要那样做了啊 现在我们来讲一讲 你看啊 don't do that 语气是非常直接的 说别那样做 don't do that it's dangerous ok you'll die don't do that you'll die if you do that you'll die 如果你那样做的话 你会死 you will get killed 你看这都是经常会见到的句子 所以你说 you don't do that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英文中也会说 你最好 如果我是你 if i were you 就给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句型啊 在口语中很常见 叫虚拟 if i were you i would not do something 来 同学们 把这个句型给我写下来 在口语中啊 反复替换啊 非常重要的句型 if i were you i would not do that if i were you i would not do that 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句型 if i were you 如果我是你 你 ok 其实说这个句型 if i were you 如果我是你 我会怎么怎么样 其实我后面是 would i would do something i would not do something 都可以的 然后我们再讲讲 you the better 这个句型 you the better 在英文中是固定的 这个 这个一撇一地呢 这个指的是 had 但是我建议你不要把它写出来 你直接使用这种一撇地的就可以了 you the better not do it again you the better not do that 意思就是你最好别那样做 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句型是 特别如果使用否定 就是用not 怎么样 加一个动词圆形 那这地方加动词不要变化形式啊 不管怎么变 都是一个样子 所以要注意一下 you the better do something you the better not do something 比如说你的孩子做错了一件事情 你说you the better not do that again OK If you do that again I will punish you 我就惩罚你 OK 我就不给你饭吃 好吧 OK 嗯 那我们看give it to me 没有了下面时间我们主要是讲语音 来我们的Angela和Meshire开始 这是一个人的 来一个人开始吧 Angela Don't do that give it to me 嗯 再讲一个我听一下 是不是有心太小了 再来一次 Don't do that give it to me 可以哈 give it to me 没有什么问题 OK 没有什么问题 Angela 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讲讲解下一个句型 这个句型没有任何的难点 只是希望大家在读的时候 注意一下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这个with和it不要分开读 有些有种语言with it 就是不对的 也就是with it 也就是产生这种连读的现象 第二个呢 有的同学啊 至今啊 有很多同学呢 经常会把这个地方弄错 他会说 I'm going to put it in here I'm going to put it at here on here 接住了 here there 这种啊 这第一点的地点副词的 还有这个somewhere 像这种 它本身就是一个副词了 你不要在后面啊 怎么样 你不要在后面加上这个 任何的这个借字 它不需要 它就 它的本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它本身意思就是指in一个地方 f一个地方 你要在里面再加一个in呢 就是已经重数了 所以它没有必要 对吧 没有必要 所以你看你说put it here put it there put it somewhere 对吧 你就直接讲了 你不需要再加 这个很多同学会犯错误的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呃 嗯 好吧 这个没有什么重点 我们遇到重点的时候再讲 没有重点的话 我们就快点过去 好吧 来 michelle和这个bolein 来 开始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好 好我觉得bolein 读的是一个音识的 here 如果读音识的时候 here 它它的简形的词 就是这个 啊音会比较明显的 here here 如果大家就有 自己要读美音的时候 把再把手都卷上去 here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对吧 上去的 对吧 来我们再来一次换个角色 来 我太 我太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哎呀 我觉得michelle读得很好 就是bolein 你在读的时候 你不觉得你 你少了什么东西吗 你这个with读了吗 忘了 来 这次读的时候 请想象一下 你是个外国人 你在讲一个英文 你不要去把它当成朗读 你甚至不用看这个书 你不用看它 你就说 哎 你打算怎么是你这个东西啊 你直接 嗯 说 你看着一个手机好了 你说你打算怎么是你的手机啊 对吧 你就讲一句话 我听你了 就说这个it吧 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哈哈 你不对感觉 你再来一次啊 你这个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好 这个我们的with和it没有产生连读 所以显得非常的声音 with it with it 听到了吗 with it with it 对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第二我建议大家不要经常读 what are you 这个二可以读在前面的what 直接读在一起 这个二呢 在英文中啊 经常被弱化 弱化成这个音 所以你还读在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看 你刚才读一下with it with it with it 不是你不要读 it那么中读 with it with it 对 with it 一咬到时候好不好 一咬到没有 with it 这个 把v 舌尖要放在上 中间啊 with it with it with it OK 好 那这个 你再这样吧 来 不论你把最后一个句子再读 让我听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那这个句子中 put 注意一下 还有here 要稍微中读一下 其他的都可以入读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来读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不是put it put it here put it here 来 put it here 来 put it here put it here put it here 不是put 是put 你这个连读 对不对 这个t读不出来了 那这个t和2已经在一起 就叫put it 后面的词不要读到 put it put it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put it here put it here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你这个不对 你going to都没有了 还going 你to没有了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其实你这个句子 语言听起来是不对的 因为你这个it没有读出来 你就是put 但人家实际上是put it put it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你to又没有了 你知道吗 好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好吧 回之后 你去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put it here put it 这个后面有个t 你音音就是put it 每音音就是put it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你看 put it here 注意一下 你之所以每次在读的时候都会少东西 就是说明对句型不熟 所以一定要去训练 让自己变得 根本就不能去思考的 但我直接说起来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I'm going to do with it 先不要的方式去住他才能熟练 不熟练是不行的 好吧 现在是这样我们来继续 好吧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吧 这个讲太多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疲惫 而且我今天出门了 然后我也觉得很疲惫 我发现做地鞋 这是一个让人疲倦的事情 整天都是让你站着 很累 你不是觉得能够唱首歌的 给老师增加一点passion吗 好吧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就放歌吧 听起来还是蛮好听的 好 现在我们继续来讲解 他要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in front of the window 对啊 这个歌蛮好听的 这个不过就是女生听的是吧 女生想象自己 如果是一个男生会怎么样 我先问你们问题 好不好 来世该怎么说英文 我又忘了以前他学过的 如果真的有来世 你们会选择男的 是to be a man 还是to be a woman 啊 你们到底你们觉得 我是说男生会选择男生 还是女生会选择女生 这个结论应该是不会错的 因为我现在发现很多男的 还会选择男的女的 还会选择女的 对吧 情况以来你说女生 自己感觉自己有很多不好 但是还算选择女生 我觉得觉得挺有意思啊 然后我也问过很多人 我说你看人家说女生太辛苦 其实男的很辛苦好不好 嗯 其实你 其实我个人觉得男生还是 we i mean female we males man on the pressure on the great pressure because we have to support family right you have to earn money so 一 好吧 应该是我觉得反正 女人是非太多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好吧 好吧 那现在我们来继续吧 in front of the window 这个 其实有的时候 有人说女人要生孩子 感觉很可怕 可是你应该这样想 那其他女人不都生孩子吗 所以大家都能够做的事情 我一定能做到 so i can do it right ok 现在我们来开始吧 in front of the window in front of the window 在这个句子中 我有没有教给大家 大家觉得这个很陌生吗 同学们 有没有印象 有同学能够把相关的词词写出来吗 ok i can do it i can do it just you know on my own 我一个人是生不了孩子的 alright 来在这边告诉老师 当你看到in front of这个词词的时候 你们能够对Anshir写的词词 我站在你的前面 stand in front of you so我其实已经教给你们单词 in front of 是不是 你看 当你带学的时候超级简单 但是实际上我还是想问大家 难道你的脑海里面真的没有了吗 关于单词 front 就这样结束了吗 apparently not 显然不是这样 对 Anshir写出来就是front desk 前台对不对 this is front desk can I help you this is front desk how can I help 来自明明教给大家几个词词 除了说can I help you 我们也可以说 how can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或说how may I help 这个表达方式都是会出现的 所以记住了不一定每一次都说can I help you how can I help you how may I help how can I help you也可以准备掉 很常见的 好下面呢我们讲的词in front of 其实在说读的时候也可以读词in front of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读了 我觉得因为我在美语中并没有看到这种读法 我只是听到有人这样讲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注意的是in front of 和in the front of的区别 虽然说学校老师也在讲 我们也在讲 我们来看一下 我只用中文给你们讲解一下就行了 in front of 是前面 好吧写不出汉字了什么情况的人 前面 面 然后in the front of 是前步 好同志们 你们的中文不是特别差吗 当你看到前面和前步的时候 你能区别吗 应该可以的吧 其实我前面呢 是不能包括的 我站在晶晶的前面 我跟晶晶是不能包括的 前步呢 就必须得包括了 你以为说 晶晶的 晶晶的前步 感觉好奇怪 好吧 我们说教室的前步吧 教室前步可能在黑板的位置 所以黑板是属于 教室的一部分 对不对 所以前步是要包含 前面呢 是不要包含的 这个应该很容易搞懂的 对吧 好 然后但是window 已经也教给大家了 in front of the window 我当时还讲 look out look out the window look out 但是look out是什么意思吗 然后有些你住在 you sit by the window 你住在窗户旁边 然后旁边你说 look out 然后你把你的头伸出去了 结果完蛋了 对不对 so look out is the watch out 对不对 表示当心的意思 be careful 就等于这个词组 所以我其实是讲到这个地方 下面是要我们来讲一讲 啊 这个地方 就是be careful 下面呢 其实呢 我们说 这个be careful 我们首先认识单词care care是什么意思呢 啊 有人知道我们care 其实它是指 啊 关怀的意思 care是关怀照顾的意思 在乎的意思 是careful就是你对他非常的关怀 那说明什么呢 就是非常的怎么样 非常的仔细 就careful 然后呢 我们再把这些词啊 呃 比如说 Bulling造个句子说 我是一个很很很很很仔细的啊 很谨慎很仔细的驾驶员 你能会知道这个句子吗 驾驶员你学过吗 快点回答我 好吧 OK 不知道 J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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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你我要你说个句子 我是一个很仔细的驾驶员 I'm a carefully driver 记住啊 行动词是修修修名词的 你carefully是副词 你修是谁啊 对不对 你只能修是这个 对 I'm a careful driver 好 就说啊这是表示一个仔细的 那如果一个价值人员他非常不仔细呢 我们用一个词组 大家要学会一个最基本的后缀 因为你自己看的单词 F-U-L在英文中是一个形容词的肯定性的后缀 加上去之后呢 并没有改变前面的意思 只是使它变成了形容词系 所以我们的否定怎么办呢 只要将他们加LESS 就可以使得他变得不仔细 就是粗心大意的 就叫做careless 我之前也教给大家一个词组 不是词组 就是一个单词 我当时讲到野猫的时候怎么讲呢 野猫 其实那里的野猫不是指真正的野猫 而指无家可归的猫 虽然我当时使用单词homeless LESS也是否定后缀 所以使得前面变成否定 就是没有 没有加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后缀 那下面我再教给大家几个 一个更加重要的后缀 也非常简单 当我在这两个单词 后面加上一个后缀的时候 可以把它变成名词 仔细 谨慎 和粗心大意 这叫做carefulness carelessness 你们自己研究一下好不好 你看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吧 所以下次说粗心怎么说 仔细怎么说 就这么说 很简单 carelessness carefulness be careful 这英文中的一些同意词 我给大家说 想解一下 首先大家写的词词 look out 还有watch out 这都是表示当心的意思 我记得 就是当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做地写的时候 经常会说做那个自动扶梯 你们知道怎么说吗 下一次你们做自动扶梯的时候 一定要知道这个自动扶梯 escalator escalator 是这样去读的 美音是escalator 就是表示我们的自动扶梯 我们的电梯是就是向上的 所以它使用了一个单字叫lift lift lift 是向上的 哎 你既然去就电梯叫lift 啊 电梯叫lift 然后escalator是表示自动扶梯 当心的时候我们就说 ay watch your step 大家有没有听过 小心你的脚下面啊 watch your step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常做地写的同学 肯定会看到 还有就是自动扶梯上面有个扶手 然后它经常也会拨 so hold your handrail handrail 紧握扶手 来看一下 哦 这写错了 lift 紧握扶手 hold your handrail handrail 是扶手 watch your step 注意你脚下 一般的楼梯的地方 还有可能出现这个字样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好不好 生活中啊 到处都是英文 只是你没有去关注它 缺乏发现的眼睛 好大家看这个标题啊 然后我们说 当心be careful look out watch out 还有什么 还有没有比较当心的意思了 好像好像没有特别多的了 你基本上常见的就是be careful 一般我建议大家使用be careful比较好 因为look out watch out 如果你真的觉得要看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也可以说watch out 小心啊 这个注意啊 好 take care呢也可以讲解一下 就是take care是比较保重的意思 这个不错啊 这样是蛮好的 take care 您保重啊 take care take care take care 好吧 定理都是look out 好吧 你看什么 我感觉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don't look out watch out 好 be careful也是很常见的用法 大家注意一下 好 这样就直接我们来这个 呃 这是一个人讲的 是吧 来这个jams in front of the window be careful 嗯 好可以啊 in front of the window be careful 很简单 好 don't drop it 闪过了 don't put it there sam 来 这个我没什么要讲的 来j don't drop it don't put it there sam 不是some 就是sam a sam 再来一次 don't put it there sam 再来一次 don't put it there sam 哎 我们前面来读一下 don't drop it don't drop it 对好可以 don't put it there sam sam alright 你你你个小心别打了啊 不要把它放在那好不好 然后这个没什么要讲的 put it here on this shelf 我也没有什么要讲的 因为它都是一样的 来看这时间我们叫Amy 读一下就可以了 put it here on this shelf on this shelf 把on 读转了 再来一次 on this shelf ok 其实指的是什么呢 啊 put it on this shelf 它实际是这样子的 可以简在一起的 但是呢 在英文中有的时候啊 省略比较多 所以它是分成两句来讲的 其实又指 put it here put it on this shelf 把它放在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shelf上面啊 放在这个架子上面 呃 没有巨型 没有巨型 我们就快样 好 下面看这个巨型 there we are 什么叫there we are 大家怎么理解的 不是 我以前教给大家是什么词组 能告诉我的 告诉我吗 以前我教给大家一个词组 叫做 啊 好吧 也没有人告诉我 以前我们教过一个 here we are here we are 对吧 here we are 好 下面时间我们看一下 there we are 我们可以说啊 什么意思呢 你瞧可以了 就这么办 对吧 你就说 其实它没有什么语意 就像我们以前说 here we are 大家记得吗 我们到了 here we are 记住 当你到一个地方的时候 你有的时候会说 here we are 哎呦我们终于到了 比如说你去旅游的时候 表示你终于到了 或者说 there we are 表示你看放好了 就这样吧 呃 其实这个我觉得你讲不讲都ok的 这个这个完全是多余的 我觉得 啊 英文之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there you go 就是there you go 是给你的意思 给你的意思 there you go 有点像 here you are 意思很像 there you go 好了 给你 好了给你 there you go 这个你在美军中稍微看一下 也就是说有个出现 here we are 表示我们到了 there we are 表示就这样 可以了 好 这边看一下 it's a lovely vase 单词 lovely 是我们今天讲的一个重点 lovely 朋友们说它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是形容词还是副词 好 有段也写出来了 记住 它虽然长相是一个副词的样子 但是它只是一个形容词 记住 它只是一个形容词 所以 有的朋友说老师什么叫lovely 有的朋友说老师lovely不是表示可爱的吗 wow she's a lovely girl 大家都喜欢可爱的女生吗 she's a lovely girl 所以lovely可以表示可爱的 但是 但是呢 它也可以表示 大家觉得在这里的lovely是什么意思呢 你说它是一个可爱的花瓶 好像讲不通是吧 哎 讲不通 花瓶什么可爱不可爱的真是 其实呢 就是说啊 它是一个漂亮的啊 翻译成漂亮的就可以了 所以它是一个很漂亮的画瓶哦 就说可爱的漂亮 但是 记住了这个漂亮的一般呢 呃 就是物体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吧 这个这个词一般说人的时候 表示可爱 可能会更多 不过这个单词呢 有的是你可能也会翻译它 也可以作为名词 表示美女 lovely 就像我们经常会说 啊 有的时候我们还会说什么 美女 说beauty 啊 也会说美女就是lovely 但这个我个人建议呢 不需要了解太多 了解这两个单词就ok了 一个是表示可爱的 一个是比较漂亮的 对吧 lovely lovely 注意一下 然后还有个单词长相很像的 就是lively 大家见过吗 lively she's lively 其实这个不是 其实你说可爱吧 跟他也有点相似 他们的确很像 这个lively呢 实际上英文的意思指的是 他非常的活泼 非常的活泼 就叫做lively 他就叫lively 是活泼的 有生气勃勃的感觉 就叫做活泼的 所以someone you say someone is a lovely guy 就说你说他很活泼 你比如说michelle的也很活泼 就说michelle is a lively girl 对吧 有生命的 你可以这么说吧 有生命力的 对吧 有生命的 那就是也变成那种感觉了 对吧 就是生气勃勃的 意思是一样的 但是主要是指 修饰人的时候主要是指他活泼 所以lovely是可爱的 但是lively是有活力的 活泼的 对吧 我需要我 alright 好 这个很简单 下面是m交给谁呢 刚才是谁读的 刚才是Amy读的 下面就叫柚子了 柚子开始 There we are It's a lovely v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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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vase都可以 注意啊 在这里的话 lovely 在美式英文中基本上都不是这个音 只是有的通常会说lovely 特别难听 It's a lovely vase 每音可能会love love 嘴巴稍微大一些 但每音他都用这个音 音是这样子 love I love you I love you 很难听 我建议大家弱化在这里 所以 It's a lovely vase 再来一次 听听 It's a lovely vase 对 It's a lovely vase 注意一下 好 读得还不错 好 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基本上的最后一章 Those flowers are lovely too 在这个句子中 同学们能帮老师讲一下这是什么句型吗 我们学了 我们前面给大家录的视频 大家免费的你们看了吗 第一讲的就免费的 对 有可能已经认出来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非常典型的主细表 这个主细表也再一次说明 这个后面是个形容词 副词啊 它不会长到这个地方 所以 Those flowers are lovely to 这些花呢也非常美丽 我们主要讲讲一下单词 flowers 那对flowers这个单词本身呢 跟一个单词长得很像 大家看下这个单词你们认识吗 flower flower 它的意思呢 发音跟单词flower是一模一样的 它没有区别 都是指花 都是指 是指花 还是花了 它是指面粉的意思 那面粉为什么用花是同原词呢 它们实际上是来自于 相同的词 它们两个之间都是一个单词来的 那可能都是表示花 最早的时候呢 都是表示花 为什么最后面粉也使用这个单词呢 因为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什么是面粉 面粉其实就是花的果实 你很多时候吃的那些东西 其实都是花的果实 所以想一想也有道理 所以我们使用单词flower 和flower 稍微变化一下中间一个词 这只是一个原因互换罢了 你看这个 这个变化一下差不多 flower 表示面粉 这个我觉得稍微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这个 Amy的经营这是什么东西啊 cake flower 这是什么 做蛋糕用的那个面粉啊 bread flower 这是什么 蛋糕粉 好吧蛋糕粉 蛋糕粉是什么份 好吧 我晚上我准备再出去吃个饭 饭又晚上又没吃饭 但是我就不饿 我现在我发现我今天做了 我肚子都变大了 我感觉很痛苦 我想我想减肥 但是我又 我又觉得 这个肉长得很快的 就是 前段时间我还没有这个肉的 但这两天我做的这些就有肉了 好吧 结果人家说罗胖子 现在变成一个流胖子就出来了 小心支撑一个hammer 把支撑一个锤子哈 哎 你别说这个锤子 现在老罗那个锤子你们会买他的锤子吗 啊 他们现在不是在准备发布一个hammer吗 哎 就是他那一句叫锤子 给大家写一下 他他的手机的就叫做锤子 你们不知道 哇 这你们都没有关注 这很时尚的 他说他要做的比苹果还要好 他做的比苹果还要好 不是你买了吗 嗯 我觉得他做的应该还还可以吧 应该 呃 应该说啊 不能说特别差 应该说还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卖的太贵 我肯定是不会买的 你太贵了 像下面这个小红来读一下 读得非常好嘞 读得非常好嘞 再来快一点 嗯 好 诶 我当时有没有教给大家 就是如果在否定句中 比如说 I don't like chicken 我不喜欢吃鸡肉 小红你知道我如果说我也不喜欢 怎么说吗 I don't like it either 你看这个单词 你要不读Either 你要不读Either 选一个 你要读Either 或者是Either 怎么办 读两个诊读准确 你刚读的不对 再来一次 Either 你读Either OK Ei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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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Either 有人有同学不喜欢吃猪肉的 猪肉大家知道怎么说吗 大家知道猪呢 在英文中称之为Pig Pig 但猪肉呢 就变成了Pig Pig 那就是你不能说I don't like pig 这意思指你不喜欢猪 但是不代表你不喜欢吃猪肉 所以说Pig才是猪肉 Pig是法语 之前我把我看的东西给你们分享一下 因为当时呢 英国实际上是有 上层社会全都是说法语的 他们的这个阶层啊 贵族都是说法语 都说法语 然后下层人民呢 都是说英文 嗯 然后呢 但是这些下层农民啊 他们都养猪的对不对 但是呢这些吃的东西 到了这个饭桌上之后啊 冻到这个法国人这个餐 餐桌之上呢 就变成了法国人的Pork 所以最后Pork也就是 饮食成了猪肉 Pig呢依然是那头猪 就是英文和法文相是融合的 大家会发现在英文中 其实是有法语 还有拉丁语的 然后加上英文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在一起的 对啊 就不同的档次啊 嗯 还有一个还觉得挺有意思的 当时为什么我们的英文 会有很多的拉丁文 为什么 因为第一批翻译圣经的人员 他们在翻译的时候 有一些他不敢翻译 他不敢冒犯这个拉丁文 这种权威 所以他在翻译的时候 就保留了很多 拉丁文的单词在里面 所以至今我们很多单词 会产生拉丁文 还有就是法语也是一样的 因为融入到社会中 最后有很多的法语 所以英文它其实也是 一个大杂会 大杂会 对啊 那美语就更大杂会了 是吧 但是现在说 嗯 美语都是在美国大陆 那个时候才产生的 中国 中国五六种 五六民族 是五六个语言嘛 好吧 再加上我们的 呃 方言 加上去 还得了的话 好吧 挺多的 现在我们做了一个听力 对啊 Dialect 我们给大家 讲一下这个方言 给大家写一下吧 大家以后可能会遇到 Dialect 就是方言的意思 那我们开始 播放 咦 我们可以放呢 好 好 OK OK 听到了吗 有没有难度啊 给大家反馈行不行啊 我突然发现我这 哦有两倍速的 都听到了吗 好吧 听两倍速的 OK 然后我们再放一个2.5倍速的 Lesson 39 Lesson 39 Don't drop it Listen to the tape And answer this question Where does Sam put the base In the end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 base Annie I'm going to put it on this table Sam Don't do that Give it to me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it I'm going to put it here In front of the window Be careful Don't drop it Don't put it there Sam Put it here on this shelf There we are It's a love face Those flowers are lovely too 听怎么样 有没有难度 把它回说 也要自己好好的这个练习一下 好吧 下面呢 我们主要是来讲这个句型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怎么样 好 下面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东西 大家一定要想象一下 我呢 嗯 我们让同学们来做对话 同学们 爬上来好吗 来 小红和Devil首先来问 你们知道该怎么问吗 请小红来问他 你打算干什么呀 然后Devil说 我打算把这个衣服给脱了 然后这个是衣服的shirt 然后 然后Devil再问小红 你打算干嘛呀 小红说我不打算把这个东西给穿上 好吧 来开始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taking off my shirt No No 你都没有听到什么意思吗 你就不知道小红在问什么 I'm going to take it off my shirt Taking为什么 为了什么加ing呢 take off my shirt 我现在准备脱掉我的衣服 OK 再来一次 I'm going to take off my shirt 对 take off可以读在一起 take off my shirt 对我觉得现在Devil读的英文比以前读的有感觉了 读的就是 有点像 大家有没有听到有没有听到差异 好现在先开始反过来问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put on my shirt 对非常好 put down就是这个意思了 OK good 甚至让我们交给下面一个同学 Thank you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动作 我就不讲了 Angela Michelle开始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turn on the television 好放个角色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turn off the TV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turn on the TV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turn off the TV I'm going to turn off the TV 对啊你看这个就读得非常好了 好蛮好的 好下面时间我们交给James和晶晶同学 来 应该可以想象出来这是在干嘛吧 来开始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turn on the stereo 这个是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等下等下 这是打开吗 好吧你给我变成好吧 变成听好吧 我打算去听这个音乐来说一下 我打算去听这个音乐来说一下 I'm going to listen to the music 对加个2才对 I'm going to listen to the music 这样读才对的 现在我们再换个角色 这样这样问 金金问James 问他说 你正在做什么呀 然后James回答说 我正在听音乐 对 I'm listening to the music 对 I'm listening to the music 对 No Oh my god You made a big mistake You shouldn't do this 你知道你刚才犯错吗 谁啊我啊 好吧 需要我怎么样 point out 犯错了 这个一般是listen to 你不要说listen music 在英文中根本没有listen music 这个词组 listen这个词要么单用 listen 听 listen up 大家注意了 要么使用listen to something 它不可以单独使用 换 再来开始说一下 I'm listening to the music I'm listening to the music ok good 这是一个stereo 录音机 下面这里我们叫做柚子和这个Amy 那你们知道这是干嘛吗 哦是这样意思哈 我打算把这个东西呢给我的妈妈 好开始问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give the clothes my mother What does that say Give the clothes my mother Give的最基本句型都不知道了 而且前面已经讲过 这是个dress吧 对不对 那你应该说it 那只在前面提到物品是不是 那再来一次 I'm going to give it to my mother I'm going to give it to my mother 好我们换个角色 然后Amy开始问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give the clothes to my mother 不要 哦对可以啊 如果 如果是前方已经提过了 现在我们这样 刚才两位同学 那我们先换一下 那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个 这个dress好不好 换一下好不好 来再来一次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Do with the dress I'm going to give it to my mother I'm going to give it to my mother 啊 对 好 my mother 说它耀舌好不好 mother 这样一种字更好 好 下个车便说给荣至同学 那这个是想什么东西呢 就是把这个花瓶啊 放在这个架子上面 好不好 来 荣至和交易开始问 I'm going to put the 话评 on the shelf on the shelf 后面的词听语音对不对 第二个 刚刚如的读书说 这个单词有很多不对的 像单词verse 我都听得不对的 然后我们再来容读你自己再读一次 我听有没有问题的 vase vase 或者vase 你把整个句子说一下 你怎么打算处理这个花瓶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is,that,that 你的问题在这里了 that,vase,这个that 根本读不出来 你们真的去看过A嫂师讲的联读视频吗 下课的时候你们把我马上我发几个视频你们全部都看一遍 that,vase,这个t他读不出来的 所以是that,vase 只是有个停顿棒了 that,vase 那你要读that,这是中式的发音 t,在爆破音这个单词上面 我跟大家讲 一般情况下 他这个后这个是个远音 这个后面是一个爆破音 不管后面是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 如果后面是接着腐音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失去 如果后面没有单词了 就算是单词的末尾 这个基本上只做出动作 也不会有声音 所以基本上他基本上是听不到的 除非后面是远音需要产生联读 你们说it's right 你看你听见right 我根本没有读right 我没有这样读 that's right ok,i got it i got it 你看i got it 我只是i got it 最后一个动作做一下 我并没有读 i got it 我没有 所以记住了爆破音 你如果想让自己的发音非常的好听 爆破音一定要失去 听到了吗 真假的 有passion吗 好吧 嗯 然后 其实我现在还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到底要不要吃饭 呵呵呵 我又想去减肥 我又 我又想去再去吃个饭 好吧 最近老师手上有点阔绰啊 所以我经常 我吃饭的时候 我都去炒个菜 搞个锅子 一个人在那里吃 我觉得很另类 好吧 我发现人有钱 其实就是嘚瑟 你知道吧 人有钱就喜欢嘚瑟 好 你看到我现在在让容资和devil造个句子 然后容资这样讲啊 你说啊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些花呢 然后你说这些花很漂亮 来容资你一个人说一下 请你 我怕 你又说 that干嘛呢 that vase 不是with 又变成with the vase 再来一次 the vase 选择句子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e vase with 咬舌好不好 with 咬了吗 with 上尸要下 把舌头放上尸 然后下尸中间 with with 然后你现在这样 你说这些花很漂亮 不好意思不会 哪单词不会呢 刚不是学过了吗 你有书吗 beautiful beautiful 的船 好 我们说了 stance isn't lovely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flowers are beautiful 可以啊 或者说pretty 这是可以比较漂亮的 我们使用原文就可以 非常地道地表达出来 these flowers are lovely 这些话很漂亮 对吧 这样表达一下不就可以了吗 好 这个词组 我们说 这个打算干嘛呢 他打算把这个报纸啊 这个 这个给他 给他的这个 给他的爷爷好不好 大家知道爷爷怎么说吗 爷爷怎么说 这grandpa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爷爷可以使用grandfather 或使用grandpa 大家看一下 grandpa grandfather grandfather grandpa 然后下面时间 我们交给michelle 和jams 说什么呢 说就是 呃 你打算干嘛 我打算把这个报纸送给我的爷爷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i'm going to send a newspaper to my grandpa 嗯 嗯 grandpa alright 嗯 嗯 他应该说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 newspaper 对 那你也可以这样说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也行啊 然后说 啊 i'm going to 怎么怎么样 这也是可以的 这是你表达方式了 好 下面这些小朋友 金金来说一下 你打算怎么处理这哪个冰淇淋啊 然后你说 我打算把他们给我的孩子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at ice cream with this ice cream 什么情况 你知道吗 你吃ice cream 你要加s 你知道吗 Ice cream okay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this ice cream 你进行回答呀 进行回答呀 I'm going to give give them give them my children 这句型都不对了 你没有发现 gib是怎么用的吗 gib怎么用的 对啊 你去去基本的句型 gib都已经忘掉了 gib是怎么用的句型 give them to my children 再一次 整个句子 I'm going to give them to my children 对啊 这样讲的对啊 give something to 好 现在这个 我们就说这里面使用单字send 就是把这封信 寄给我的 给我的什么 给我的朋友好了 寄做 send a letter to 看到没有 send a letter to 有的时候你说发送email send an email send an email 所以送一封信呢 send a letter to 这里面都使用这种句型 对不对 好 下面是让Angela the devil 现在怎么问呢 你打算做什么呀 然后我打算把一个信啊 给寄 寄给我的好朋友 好吧 开始 send a letter to my best friend to my good friend to my best friend 这可以的啊 to my best friend 或者是如果你不加s就是说to the best friend 去注意一下 好吧 在这个我们的句型啊 反复的训练还是很简单的吧 应该说还是比较简单 大家要注意把之前的课程好好的练习一下 最后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吧 就是 practice makes perfect 这句话里面大家可以学到三个单词啊 但是make你肯定是认识的啊 这个单词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单词 来从我们写出来好吧 在右边 practice practice 大家注意一下 practice 其实prack 词很轻的 practice makes perfect 那就是这个单词翻译很奇怪啊 在这个位置 大家如果想学中音位置 这是第一个中音位置 perfect perfect 它的动词呢是perfect 是什么什么完美的意思 perfect perfect 注意一下哦 完美的 it's perfect 啊 这太完美了 啊 也就是说to be perfect 想让自己变得 更加的完美 to be perfect alright 这就是我们的pmp啊 对吧 pmp原则 你想要让自己的英文变得更好 我可以告诉你 there is no better way and there is no shock shortcut 也 英文中也没有shortcut shortcut 什么意思 就是 我们所说的 洁净 知道吗 洁净 所以 there is no shortcut for learning English 这些英文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洁净 所以我们只能怎么样 only practice makes perfect 所以就是你只需要去训练 比如说我在让大家去表达句子的时候 你要第一时间就能反映得出来 说明你长得很好 如果你还在那里思考 这个怎么怎么样 这个剧情是什么 那说明你没有掌握好 所以你可能需要花 什么样 更多的精力在 在这个笔记的上面 所以我希望大家把笔记打印出来 马上就成为这一本书了 我不知道现在有多厚了 你们打印了吧 现在的视频 给大家讲解一下 大家以后上视频 直接去优酷吧 我那个网站我不想整 大家直接到优酷视频里面 找到1403班 以后呢 都都在放在一个专辑里面 你们直接就可以点播看 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好吧 所以如果后面有同学看到的话 直接看吧 那个论坛就不整他了 我觉得整也没啥意义 所以直接放优酷 然后现在我们的课程呢 基本上在淘宝上面都实现了购买 之后在淘宝观看 也就是说淘宝 直接解决了一个网效的问题 以前我准备优酷的 但是优酷没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是淘宝去做这个事情 所以以后都在淘宝去整理这个事情 好吧 然后这个视频大家在这里看 那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先讲到这里吧 今天晚上好像不吃饭了 然后好好休息一下 讲不动了 大家可以课后还可以再面试一下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好吧 如果你们愿意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练习一下 那我先关掉了 然后大家如果觉得上课的时候 人就是活动的人很多呢 我现在给大家再建一个子频道 好不好 我现在给大家再建个子频道 然后你们 呃